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中方表示说是由中国的科学家来检测这些样本 然后把结果告诉外国专家 那您认为这个检测的结果可信度有多大 能不能说服国际社会 当然我们毫不怀疑就是中国科学家有这个能力 就是检测这个从这个血液中检测抗体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就是说现在在疫情的溯源问题变得这么政治化 这个中方就是中外双方都缺乏互信的这样一种前提之下 就是即使是中国科学家做出了 就是这个他们的结果是完全上的科学方做出来 那可能还会有人出来说这个不可信 所以说如果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中国要取信世界最好 就是说让有这个外国科学家也能够就是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中过来 因为本身这件事情溯源这个问题就需要中外科学家进行合作 而且将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不光是在中国 也其他国家如果也要做同样的 现在实际上意大利以前就开始做到这方面 美国也在做这方面的学业样本的这个研究 从中希望能够寻找做新冠疫情爆发的线索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中国科学家也可以参与到他们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 总体来说我觉得合作还是一个最终能够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疫情爆发 就是他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合作实际上是一个必不可少的